黑幫四刀奪命 抱千萬賭在隱殺機 警戴11人 兩祖賢仍在逃 台中聖誕團群一波路四段 這棟大樓五樓的私安招待所 大年土耳清晨6點多 發生害人停溫的兇殺案 遭通界45歲小北 及34歲阿龍等20名男子 持刀棍幾空一槍闖入 朝有黑幫背景的46歲陳男猛似多刀 陳男藏氣外露血流滿地 當產一物呼吸心跳不幸身亡 而道上也是指出 陳男與小北阿龍等人合夥 從事線上百家樂博弈事業 之前情因菜帳問題產生嫌隙 加上陳男又記憲小北等人千萬賭在 雙方極遠點身 小北等人大年初二轉入到陳男行蹤 衝到一公路招待所賭人 小北等人以人多優勢控制場面 陳男健壯極為生氣 雙方爆發口角衝突 陳男最後命上刀下 小北等人行蹤後 奔乘六輛車腦塑散 警方設定涉害追查 七天來總共逮捕行人 起貨最晚用開山刀及棍棒等證物 帶主嫌小北及阿龍人再逃 警方將繼續追棄 東映新聞台中報導